娘,你看!此时的屋内,正母刚将油灯点着,郑大力便迫不及待地将银子掏了出来。这么多呀!正母的眼睛瞬间睁大了起来,原本有些浑浊的眼睛此刻都变得明亮许多。 这是哪里来的?正父不像正母那么激动,反而是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 爹,你放心了,这是孟管家赏给我的。郑大力解释道,哦,这我就放心了。正父松了一口气,对着儿子点了点头。 正父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权贵之家赶车服务,而他亲眼目睹过有那种手脚不干净的奴仆偷藏财物。 结果被主人家发现后,将双手打断扔出门外,从此以后在整个京城都找不到活迹,只能沦落成一名可怜的乞丐。 所以,正父从小就教导儿子,在干活的时候,多余的话不要说,多余的事情不要做,不该拿的东西不要拿,平时手脚麻利些,这样才能平平安安。 老头子,咱们的大力是什么样?我比你清楚,儿子肯定不会做出那种事情来的。 正母则是十分相信儿子。 娘,您将银子收好,然后就睡去吧。 正大力打了一个哈欠。 儿子,你快去睡吧,你放心这钱,娘都给你攒起来,留着给你娶媳妇用。 正母将银子小心地葬在柜子里,然后这才躺下休息。 而杨琪在外面略微等了一会,大致估算了一下时间,判断屋里的人大概都应该睡着了。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翻墙禁院,来到了墙根处。 杨琪打算从正大力口中打探出来一些情报,不过却没有现身地打算。 系统奖励的变天机的大法配合上藏秘智能书,绝对可以让正大力这个普通人将心底的秘密吐露出来。 上次这招对于未吐制没有效果,根本原因在于窃命人的精神被固化,所以难以突破。 这次则不同,对方只是一个普通人,杨琪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。 随着杨琪开始使出变天基地大法,整间屋子都被一股奇异的精神力量所笼罩。 本来来处于睡梦中的一家三口,在杨琪的影响下纷纷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睡眠中。 而杨琪的精神力先是侵入了正母的梦境中。 在正母的梦里,儿子正大力每天都能拿回来这样一块银子,用不了多久自己家就变得十分富有。 因此,引来了各种媒人每天上门说亲,后来正母给儿子选了一个身体健壮的媳妇,给他生了六七个大胖孙子。 乐得老太太都合不拢嘴。 杨琪又探查了一下正父的梦境。 正父的梦境则和正母不同,在他的梦中,儿子正大力因为驾车技术出色,很快便得到了晋王殿下的赏识,被提拔成为了管家。 后来又娶了一名晋王府里的丫鬟,以后他们正家就全心全意地为晋王殿下服务。 直到最后,晋王成为了皇帝,正大力因为多年的功劳,被封个一官半职,成为一名朝廷官员,做到了光宗耀祖。 杨琪对于这二老有如此的想法,也不奇怪,于是又将精神力量开始向正大力渗透。 这次杨琪没有让正大力在梦中自由发挥,而是化身为晋王朱矣,亲自召见正大力。 大力,你刚刚去哪里了? 梦中的朱矣对正大力问道。 回殿下,刚刚梦管家带我去一个宅子,然后他从里面扛了一个布袋回来。 布袋里面有什么? 朱矣继续问道。 小人不知,不过,正大力有些犹豫。 不过什么? 不过小人猜测,那个布袋里应该是个人。 正大力咬了咬牙,小心说道。 人?朱矣沉吟了一下,然后继续问道,那个宅子在哪里,领我过去。 是,正大力急忙起身,领着朱矣过去。 此时处于梦中的正大力并没有觉察到不对劲的地方,依然是自顾自地往前走着。 很快就来到一处民宅的门口。 殿下,就是这里。 正大力恭敬地说道。 而朱矣则是左右环顾了一下四周,然后猛地一扭头,对着正大力喊道,大胆,竟然敢骗我。 普通,正大力被吓得猛地跪在地上,殿下,小人不敢骗你啊。 找死,朱矣面露凶色,抬起一掌,猛地向正大力打去。 啊! 正大力猛地从床上惊醒,浑身都被冷汗浸湿了。 呼,多亏是梦。 伸手擦了擦头上的汗水,正大力翻个身又睡着了。 而在他家屋外的墙角出,一个人影缓缓起身,一跃跳出院墙,消失不见。 杨琪按照在正大力梦中所浮现的情景,找到了那座民宅。 不错,和梦中记忆的情形一模一样。 这座民宅所处的位置较为偏僻,但并不荒凉。 从周围的环境来看,住在这里的应该都是一些被大户人家养在外面的小妾。 确实是一个藏人的好地方。 晋王府特意选择这样一个地方,看来这里面所藏着的秘密不小。 杨琪悄悄来到民宅门口,将精神力探进院中,感知里面的情况。 奇怪,怎么里面没有人? 难道说这座民宅中只藏有一个人,现在人被带走了,结果就没有人了? 应该不会吧? 既然从外面感知不到里面,杨琪便决定亲自动手看看,于是便纵身一跃,跳进了院内。 院中空荡荡的,什么都没有。 杨琪小心来到房门前,再次感知了一下里面的情况。 结果,这次却感知了一丝精神波动,但却十分微弱,稍微不注意就会忽略。 嘎吱。 轻轻推开了房门,杨琪打足十二分精神,谨慎地走进屋内。 这是一个十分简陋的房间,坐以板凳一英俱全,但却没有生活过的痕迹。 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啊。 杨琪的心中犯着嘀咕,又发散了精神力感知一下四周,这次他发现那股微弱的精神波动是从地底下传来的。 看来这下面应该有个密室。 经过仔细翻找,杨琪终于在床下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入口。 看着黑漆漆的洞口,杨琪顿时心中生出了强烈的好奇心。 这里面一定有秘密。 于是杨琪一边用手举着一盏油灯,一边用精神力探路,慢慢地走进地道之中。